滚 帝爷怒吼 眼看孟昊与自己抢夺 他右手狼牙棒轰然砸去 孟昊神色如常 右手抬起握拳 直接一拳落下 这一拳没有问道的气息 但却是孟昊问道下第一人的强悍爆发 与那来临的狼牙棒直接轰在一起 巨响逃天 孟昊身体一阵时 那狼牙棒猛的弹起 帝爷面色变化 身体蹬蹬蹬连续退后七八步 抬头时神色露出争鸣 原来你不如那妖孽般的陆白 帝爷身体一晃 轰然中再次冲来 他与陆白三人虽然早来 可就算是陆白也无法在之前 主弧没爆发前看到中心区域的一幕幕 唯有如今主弧爆发了 四周虚无震动 可挪以后才可以看到 所以并不知晓孟昊这里之前的惊人 北帝 孟昊目光深邃 缓缓开口 他在这大汉身上感受到了北帝修士的气息 哈哈 正是北帝荒族 帝爷 大汉仰天一吼 重向孟昊 你可认识刘子川 孟昊忽然开口 孟昊与帝爷争夺黑色爪子 二人在相互碰触的刹那 轰鸣回荡 立刻引起了四周其他巅峰强者的注意 一剑踪的少年双目闪耀 手中七尺长剑旋转 这一刻的他 自问在这里 无人能占自己 而他唯一觉得有威胁的 只有那样子俊美 居然掌握了时空之力的 陆白 金汉宗组成的傀儡 在看到孟昊出手后 也目光闪动 哭到真人沉默 似不愿关注外界一切事情 理解十九祖重伤 此刻正不断后退 宋家众人有了收获后 如今也有离开之意 那灵台宗的道子周辰 目中有着月月欲试之意 可看到孟昊的出手后 却皱了些眉头 只是堪比斩链巅峰而已 不如陆白 帝族陆白也在关注孟昊那里 看到孟昊与帝也的出手 他神色平静 他自幼天资之强 北地无人能及 就算是东土大唐的寄家 甚至都有收为外子之意 只是后被离仙看中 引路修行 所修不是修士之法 而是彼岸花之道 甚至都不是让彼岸花融他 而是在他体内 种下没有意识的种子 让他去吞噬取代 拥有彼岸花之力 仿佛是为了 与他结下一个善缘 与其说他是修士 不如说他就是彼岸花 除此之外 就连方剑也对他很是看重 甚至有昭叙之意 这一切的看重 是他的身份 看似寻常 可有传说 他是曾经某个强悍的大能 降临南天星 转世重修 对付帝也 以他的时光之法 只需三招 就可将其直接镇压 太弱了 他看了孟昊一眼 摇头难难 就在这时 孟昊说出了北地二字 声音回荡出去 瞬间在南欲修士心中 立刻有了巨浪 哪怕那一见宗的少年 也都瞬间看向帝也 两个区域之间太过敏感 虽然很久没有爆发过区域战争 可在南天大地的历史上 区域战争却并不少见 每一次展开两大区域 必有一方会血流成河 北地 难怪这三人 如此修为 反倒陌生 原来他们来自北地 北地与东楚相连 可距离这里 却隔着天河海呢 他们横渡天河海 也需不少时间的 来此只为了道湖吗 在南域众人都心神一阵时 孟浩说出了刘子川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对南域众人来说是陌生的 可灵台宗道子周辰 在听到了这个名字后 双眼顿时一闪 猛地看向孟浩 陆白也是微微一愣 他来自帝宗 周辰来自灵台宗 帝也来自荒族 而那刘子川则是帝族 帝族北地第一家族 刘子川更是帝族帝子 齐修为虽然刚刚迈入展陵第一岛 但这刘子川的身份地位 放眼整个北地也是数一数二的 你认识刘子川 帝也双目收索 他们荒族是帝族的附属 哪怕他修为高深 可每次看到 刘子川都不得不低头 称呼一声 小主 他欠我九百万零食 我岂能不认识他 孟浩冷横一声 索性一拍储物袋 从里面拿出了大把的玉碱 找出 邀先古宗内 北地里欠下他巨额零食的那些人 许寿岩欠下八百万零食 田雷芳欠下七百八十万零食 周杰欠我九百五十万零食 蒂罗欠我一千一百万零食 还有一个叫韩鹏的欠的最多 欠我一千五百万零食 这些人都是你们北地的吧 孟浩抬头冷声开口 他之前话语每说一句 帝爷三人都面色变化一下 尤其是说到周杰 帝罗 以及韩鹏的时候 哪怕是陆白也都一正 周杰与周臣是同族 帝罗是帝爷的亲弟弟 而韩鹏是帝宗内身份 仅次于陆白的天骄 他们 他们怎么会欠你这么多零食 帝爷睁大脸怒道 可孟浩手中的预浅上 那一丝丝本命的气息 让他们三个无法去怀疑真假 这的的确确是那几人的气息波动 最震惊的 其实还不是他们三个 而是四周其他宗门家族的老者 这些人一个个无法置信的看着孟浩 彻底呆在那里 尤其是血妖宗以及子韵宗的修士 更是目瞪口呆 少宗以前是干什么的 他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外面欠他债呢 这这这 我注意到他刚才拿出的玉碱 只是抽出了一部分属于北地的 莫非那些玉碱包罗了整个南天大地 少宗以前一定干的是大买买 帝爷眼睛红了 这种感觉让他觉得如被羞辱 仰天一吼 挥舞着狼牙棒直奔孟浩而去 胡言乱语 老子砸死你 孟浩眼中寒光一闪 在那大汉来临的刹那 他右手默然抬起 向前一指 血妖大乏 瞬间在这大汉的四周 立刻出现了一个血色的漩涡 这漩涡轰隆隆的转动时 化作了血色大手 一把将地也抓住 任凭他在内如何挣扎 也都无法逃出嘶吼 只能愤怒的嘶吼 在这嘶吼中 他的双眼内更是露出了骇然 他立刻发现 自己的血肉正在快速的枯萎 阵阵气息散出 直奔孟浩而来 让孟浩的肉身在这一刻 无限的强化 问道之下 孟浩展开血妖大法 他还没见过 有谁可以挣脱出来的 这一幕 没有让这里的南欲修饰震惊 可那北地灵台宗的青年 却是面色大变 双目瞬间收索 死死地盯着孟浩 内心更有震撼 他呼吸都急促起来 内心深处再没有对孟浩这里的半点轻蔑 这种术法 这种术法在他看来 已与路百的时光之法处于同一个层次 妖孽 和路百一个层次的妖孽 帝宗路百 在这一瞬 目中直接站出奇异之芒 望着孟浩时 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内心一股战意 骤然而起 这样 还可以与我一战 血色大法内的地也 他肉身快速的枯萎 恐惧与骇然 弥漫他的心神 此刻对孟浩这里 已有强烈的惊恐 该死他 他是与那路百一样的妖孽 怒吼中 地也一咬牙 直接从橱袋内 取出了一枚 如结晶般的符纹 符纹闪耀 这是他来南狱前 足内给他的保命之物 他没想到 刚刚来到南狱 就要面临生死 此刻他固不得心疼 一把捏碎 在这符纹 被捏碎的刹那 一股问道之力 轰然降临 这问道之墙 直接就形成了一股风暴 冲击血色漩涡 轰鸣惊天 在这问道降临中 血色漩涡不由的一顿 借着这一顿之力 地也大吼中猛地冲出 可就在他冲出的瞬间 孟昊冷横一声 右手摇摇一指 哭 哭言妖法本尊道 孟昊之前明误的强悍神通 直接展开 一个字仿佛化作了天地法则 甚至取代了规则 降临了天地意志 在这一场改变了虚无 扭曲了时空 地也发出凄厉的惨叫 他的身体极速的枯萎 这一次枯萎的不仅仅是 他的肉身 还有他的修为 他的生命 他的一切 陆柏救我 地也感受到了强烈的死亡 不远处的陆柏 双眼一闪 右手同样抬起 摇摇一指 你 一个字 立刻他的四周虚无扭曲 连带着地也的四周 也立刻出现了时光的变化 仿佛在强行的逆转 与孟浩的枯子之力 展开了一场无形的对抗 地也的身体 眨眼枯萎到了极致 眨眼又恢复如常 这种痛苦 让他凄厉的嘶吼 也都断断续续的 整个过程 持续了三席 这三席对地也而言 如同三声 最终轰的一声 孟浩身体一震 退后四步 他的枯子与血腰大法 仿佛被无形的斩断 陆柏那里也是面色变化 退后三步 他的时光秘术也被斩断 中间的地也身体枯萎了大半 皮包骨一般 但却没死 此刻捡了条命 他带着亥然直奔陆柏而去 对于孟浩这里他已彻彻底底的恐怖到了极致 这一战孟浩与陆柏之间说不出谁胜谁败 但显然陆柏更强一些 孟浩退后时 左手抬起在身边的黑色的百丈爪子上一拍 立刻将这日宝收起 而血腰六老如今也都收了不少的物品 出现在了孟浩的身后 他又变强了 这孟浩刚才只是顿武 就竖法又精进了一些 该死 他之前就可展开问道之力 如今问道不出 谁还可以压制 孟浩 难遇此地众人一个个都呼吸急促 北地灵台宗的道子周辰 看下孟浩时也有了亥然 他清楚地知晓 陆柏的名气 那名气不仅仅是在北地赫赫 哪怕是东土也有陆柏的威名 不然的怎么可能被誉为南天四大星少呢 行哨 这是对南天大地四个最强的展灵的尊称 可与陆柏一战 让他退后三步 这孟浩太强了 陆柏遥望孟浩 目中有战意越来越浓 他右手抬起时 四周虚无扭曲 一股问道之力轰然降临 我还不是问道 只是斩零第二道而已 随时可以斩下第三道 不过我的道须磨练 故而始终没有去斩 今日就拿你来磨道 陆柏双眼战意滔天 身体向前一步迈去 可就在他这一步即将落下的刹那 忽然的下方的道湖 猛然间传出了惊天轰鸣 大地收索再次形成凹陷 仿佛又要爆发 二次喷发 天呐 万丈主湖二次喷发 这 这即将出现的会是什么呢 居然 是二次喷发 上古道湖大地再次收索 形成凹陷 出现了再一次如同稀气般的一幕 这一幕撼动了外面数十万难遇的修士 让这些人一个个是目瞪口呆 心神轰鸣 二次 二次喷发 十丈道湖二次喷发 出现的都是很大程度的宝物啊 百丈一样如此 千丈 更不用说了 可 这万丈道湖居然也会二次喷发呀 出质宝了 必定是质宝了 超越之前所有物品的质宝 外围的数十个修士都有这样的见识 更不用说此刻道湖上方的众人了 哪怕是路白也都心神一阵 顾不得去与孟好一战 而是立刻低头看向了道湖 他的心也起了震动 一剑宝的少年双眼闪烁 呼吸急促 死死的盯着下方的道湖 莫非 那把剑还不是造化 这一次才是造化 金寒宗傀儡 目露奇光 他们已得到了宝物 本打算离去 可眼下这一幕的出现 让他们在纠结中立刻打定主意 再拼一次 哭到真人一愣 沉默不语 宋家众人也都气势散开 李家十九祖擦去嘴角的鲜血 目中露出疯狂 之前的失败 这一次他们哪怕付出代价 也要抢夺 地也暗中叫苦 他此刻虚弱 已不适合争夺 其旁的周辰 却是目露精芒 就在这时 轰鸣传出 道湖的二次喷发 似马上就要出现 那湖水已在沸腾 仿佛有气浪在不断的出现 眼看就要到了关键时刻 可突然的梦浩身体刹那一晃 直奔李家十九祖而去 该死 李家十九祖面色大变 急趾后退 他身后李家众人也都一个个神色变化 瞬间齐退 疯子 疯子 二次喷发就要出现了 他居然还有功夫来杀我们 孟浩 你要干什么 孟浩 你 贼 喜欢